大家好,欢迎回到小木谈天 今天是2021年11月21号星期日 今天本来想放出关于博主观光拍摄新疆集中营这件事的感想 没想到胡锡进打乱了我的计划 几个彭帅视频弄到全世界都在找茬 今天就继续说说疑似造假彭帅视频事件 加个疑似,看看网友们是否还能找到更加精彩的造假线索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彭帅的事情会闹到如此地步 本来以为六中全会之前发个声明 无论是对张高丽和背后的江曾派进行打击 还是彭帅故意选择了这个敏感时间发表 原以为时过境迁,对某些人造成的打击目的也达到了 大会也开完了 在内斗当中,这件事情不再有利用价值或者被讨论的价值了 可是事情变化来的就是那么的突然 一向中共最引以为傲的控制舆论和媒体 在这件事情中一败涂地 所有的手段都用上了 被网友们把画皮全扒下来了 而且越描越黑,越解释越丑陋 大外宣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放出了一封据说是彭帅的电子邮件 被爆出了文档光标事件 让人质疑这封信是不是彭帅写的 CGTN记者沈世伟又在推特转发所谓的彭帅禁照 真实性依旧遭到质疑 为什么彭帅不能自己发,还要党媒转发,太奇怪了吧 这只能说明彭帅失去了人身和对外沟通自由 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不然彭帅出面拍个视频不就完了吗 今天更是要命 官媒替彭帅安全辟谣达到了高潮 胡锡进也出来了 放了两个所谓彭帅跟朋友晚餐的视频 其中视频里教练特意提到明天是20号 彭帅旁边的女子纠正说 明天是21号,今天是20号 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人摆拍之前 被强调一定要说出日期 因为视频放出时间是在11月20号 所以场景设计要说出11月20号日期 不然在这个教练的语境中没有必要说出日期 网友表示 教练显得还算镇定 但彭帅旁边坐陪的女子显得非常紧张 她表面在认真听男的讲话 但是她一共向彭的方向瞄了16次 用眼球转动瞄 脖子动都没有敢动一下 有网友说 她是在指示拍摄者把摄像头往彭帅的方向移动 本来拍摄的画面中心是这个黑衣女子 镜头后来把彭帅放到了镜头中间 说是朋友聚会 在整个视频拍摄过程中 坐下的人没有一个人看视频拍摄的人 也没有打招呼 能看出来是故意回避 拍摄的人还是站着拍的 不像是朋友之间拍摄那样坐着拍 就这几句话根本没有什么拍摄的意义 真是朋友就没必要那么认真地站着拍 感觉是专门来拍摄的人员 这个视频拍摄过程 只有那个倒水的服务员看了拍摄者方向两次 第一次她看了一下 可能接受指示 走开不要妨碍拍摄 她本来想从教练的背后走过去 但是空间不够 她卡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她抬头又看了一眼拍摄者方向 好像是接到指示不要打扰拍摄 服务员站了一下 就从另一侧走出去了 在饭局中有拍摄经验的朋友可能有体会 你拍摄的时候 不会选在服务员在倒水的时间拍摄 服务员看你在拍摄 他们通常会礼貌的走开 不会入镜 如果拍摄时有服务员倒水 你会让他快点倒完走开 这都是正常的反应 故意加入服务员倒水情节 反而让人感觉是要营造一种 真的是饭局的氛围吧 您想想是不是这样 网友们总结 这个拍摄现场不像是朋友聚会 摆拍痕迹太重 中间女子非常僵硬不自然 没人敢看摄影的人 应该是得到指导 不要看镜头 故意强调日期 胡锡进放的第二个视频 是彭帅和一个叫做丁丽的人 走进饭店的视频 拍摄者故意拍摄了饭店门口消毒日期 请问观众们 有没有朋友之前拍摄视频 对时间这么执着的 还要给日期一个镜头 最后这位白衣女子 拍摄了一张全员参加的自拍照片 被网友称为不可能存在的照片 为什么呢 请问观众们 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 如果有一位专业的朋友在场拍照片 他如果不需要入镜 你会不会傻到自己掏出手机自拍 而这个朋友在旁边有另外一部手机 在旁边拍你的自拍 由于CGTN放出的所谓彭帅生活照 没有时间标识 让所有人质疑 作假团队收到了领导的批评 你们怎么这么不专业呢 团队接受教训 拍摄了一个有时间的 还要多次强调时间 有人物 有活着的彭帅 但是林衍们太过拘束 现场气氛很尴尬 拍摄人也不专业 弄出了一个不可能出现的照片出来 越是不想穿帮 越是穿帮 符合党媒造假事件的规律 这一系列照片视频发表以前 胡锡进发推文说 彭帅过去几天自由地待在家中 不想被打扰 他很快就会公开现身出席一些活动 感觉彭帅的行程是被安排好了的 然后一系列辟谣视频就出来了 其实我是想问 人家彭帅20号晚上跟朋友吃饭 你胡锡进是从什么渠道拿到视频的 当晚就能放出来呢 时间如此之快 难道你跟彭帅在一个朋友圈 胡锡进21号再度以英文发布推文 说彭帅周日出席北京青少年网球比赛决赛的开幕式 文中提到是由环球时报摄影记者在现场拍到他 反正彭帅在所有视频中没有说话 发表任何自由状态的讲话 朋友们有照片有视频 你相信这是真相吗 你还相信政府吗 这政府的话 他就得反着停 他说稳定物价 那这物价一定飞涨 他说稳定政局 那这政局一定失控 他现在说整顿金融 那就更危险 我们一定要赶紧把这黄金往国外盗 这党国看样子是玩玩咯 是啊 很多中国老百姓都知道 党媒的话一定要反着听 这逐渐变成了中国人求生本能和常识 现在的幸存者们还记得去年发生了什么吗 根据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 关于当前武汉市肺炎疫情的情况 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通报称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 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 是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 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 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 以传唤八名违法人员 并依法进行了处理 WTA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Steve Simon回应说 不接受CGTN的那封所谓彭帅电邮 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说 如果此事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将把赛事从中国撤出 这跟NBA的对比好像有点强烈 彭帅朋友晚餐视频发布以后 Simon发表声明说 光是这段影片仍不足够 我已明确表达应该要做什么事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 Simon在11月19号写了一封信 交给秦刚 再次要求要知道彭帅是安全的 能够自由地行动 自由表达 不然他很难相信任何其他WTA运动员 在中国可以是安全的 如果彭帅事件不能被彻查 WTA会非常担心 众多国际知名网球运动员都已为彭帅发声 要求中共对此事件保持透明度 温布顿网球锦标赛主办单位 全英草地网球和门球俱乐部 也在20号于官网发布声明表示 会继续积极确认彭帅的安危 俱乐部次举也表明站在人道立场 主办单位并未把中共的赞助摆在第一位 当今实际能说出这句话的人或者组织 应该给他们点赞 这件事竟然还惊动了联合国 联合国周五敦促中共提供证据 证明彭帅的下落和安全情况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呼吁对彭帅的性侵指控 进行完全透明的调查 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也在周六发声了 说全球都在关注这位中国网球运动员的下落 压力下 一向拒绝发生的奥委会 也许不得已要向中共展示更加强硬的立场 美国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关切 法国外交部也呼吁中共当局 履行其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承诺 特别是根据2016年生效的 国家反家庭暴力法 如果中共认为张高丽事件只是一个性丑闻 利用完了就过去 现在西方社会已经把这件事上升到 米兔反暴力侵犯妇女的高度 这对中共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疫情经济外交中共内斗多个层面问题百出 现在彭帅张高丽事件又一时激起万层浪 偏偏得罪的又是体育界 本来就在慢慢迎接外交抵制的冬奥会阴影越来越重 注定了2021年到2022年不会是平静的 著名法学家袁洪斌向媒体披露了 为何张高丽事件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曝光 他讲了11月16号官方公布六中全会决议之前的故事 根据中共内部的良知人士透露 最开始习近平想要公开指出来 江泽民领导时期的重大政治失误 就是由于政治路线的问题造成全面的腐败 而且他还要否定江泽民的让资本家可以入党的规定 他认为这样的规定违背了共产党最基本的政治原则 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由于党的领导放松 造成腐败现象广泛的蔓延触目惊心 袁洪斌说打算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 当时是习近平让栗战书在常委会上提出的 张高丽就是带头反对 其他人也基本上不同意 表态暧昧 包括朱镕基也反对 但是胡锦涛支持习 习在这次遇到了巨大的挫败 张高丽变成目标 但习近平不会善罢甘休 他下一步要如何摆脱江曾派的控制 即使对政治不关心的观众们也都知道 中共内斗从来都是你死我活 没有温和收场的 曾经的伟大领袖都会被未来的更伟大的 和更更伟大的领袖 根据政治需要来批判 至于彭帅经历了这一切如何收场 我倒希望有朝一日 他能像孟后卫的老婆一样 到国外来告诉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朋友们也来留言说说 这些疑似摆拍作假的彭帅照片和视频中 您又发现了什么线索呢 或者对党媒为挽救这个事情做出的这些 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举动 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下期视频我来说说我看完博主观观的漏脸字数 和墙外这首歌的拍摄花絮的一些感想 还有对中国内其他勇敢的人 涌结真相的小总结 好了 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要快来订阅了 点赞加留言 也顺便去视频说明栏加入小木SafeChat频道和电报公告群 想要赞助小木下面也有链接 因为有你一路通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